《潛行空間》 又回到我們的《神神秘秘》 繼續有陳小珠主持我們的節目 我是客席主持 你是小文 我是小文 我忘了介紹自己 因為我心急說 最近有一部電影叫《潛行空間》 正正是上兩個星期你講過的關於潛意識的問題 小珠你怎樣看《潛行空間》這部電影呢 這部電影呢 我們這群新年代的人 大家看到就很興奮 大家議論紛紛 裡面有很多 他有講到很多很深的東西關於潛意識 但是他有很多地方可以爭辯的 有雙角的餘地 是爭辯什麼呢 爭辯什麼呢 第一件事他講在夢境裡面 你看了沒有 我還沒看 他講是入夢境裡面做一些輸入的 他在夢裡面 再入夢 然後再入夢 他入了三層的夢裡面 去開工去做事 所謂的間諜 李安娜道 你有沒有試過在夢裡面再發夢 即是你在夢裡面醒了 原來還在一個夢裡面 有沒有試過 我沒試過 但夢裡面發夢自己是發夢 就試過 就是在夢裡面再發夢 嗯 夢中夢 最多都是夢中夢 但我知道好像還要第三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是可以的 人是可以在夢裡面再發夢 因為我們意識下的境界是無窮無盡的 好玩的 但其中一個相確的地方就是 哪裏有一個夢這麼固定的 嗯 嗯 他很穩定的 在裡面可以有劇情 有些事情發生 是的 其中一件事我們是相確的 就是一個人 他直接令到藥物 令到他沉睡不知多久 嗯 然後睡那段時間之後 他在裡面的間諜 在裡面做事 嗯 這件事的話 是 其中是一個 我們是可以在夢裡面做一些輸入的事 但夢這麼固定 就真是 真實 按照你這樣說 即是在我們的夢裡面 其實是真的可以去操控另一個人 操控呢 或者不要用夢來形容 用我們的意識 去操控另一個人的意識 這樣說 其實我們可以在夢裡面輸入指令的自己 只要你能睡前跟自己說 我要發一個 譬如我現在這一陣子 就跟 有些事情很煩 想不通的 然後呢 因為 夢裡面的那個境界 其實是可以處理很多事情的 夢有治療性的 有時候在夢裡面 你會打怪獸 是 可能是 你發洩了一些 你入口不敢做的事 可能你的力量 表達 又或者是一些 我想動那個人很久 嗯 但在夢裡面就動了 是的 又或者是 在夢裡面有些情感抒發了 在夢裡面 可能你會談一場戀愛 又或者你會跟某個人去說一些東西 去抒發了一些東西 夢也有預知性的 很多時候你會去過那個地方 例如我現在坐著跟你聊天 這個場景突然之間 哎 很熟悉 很多人都有這種 有預知性的夢 嗯 所以夢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可以晚上 有些事情去完整 入口你的理 未完整的事情 因為我講過意識 只不過佔了我們很小很小 很小的部分 冰山一角 很小很小的部分 嗯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說預知的意識 跟潛意識有什麼關係呢 就好像我睡前 我今晚要夢到六合彩的六個號碼 但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在我身上 但在其他人身上 有沒有可能性呢 有很多 你聽都沒聽 你聽都聽過很多 很多朋友都會晚上 去發夢見到號碼 但有誰醒過之後 馬上記得 我們有群修行的朋友 他們有一個習慣 會在床頭放一本寶 放一支筆在那裡 然後在你醒了 你的意識未完全聚焦在那裡的時候 就把那個夢寫下來 你習慣記錄你的夢 久而久之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你會看到一些圖案 你會對你的夢更加認識 夢裡面那個世界 更加很有趣 是 你變了很多信息 可以給予我們 但這樣每天錄 有沒有些個案 真的錄了之後 得到什麼結果 你會看到夢 和你日常生活的關係 不是說它是一些什麼 預知性的東西 不是說 不是這件事 而是你會看到 在夢裡面 和你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是有一種關係 和你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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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會否有些實例 可以說到 實例可以說到 實例可以說到 別人我不知道 我自己 即是剛才你說 修行的朋友 就會這樣做 有些無私 印家的無私 又或者是一些 不研究某些術的人 可以進入別人的夢 嗯 就好像潛行空間 是否間諜 是間諜 對 是間諜 它是可以進入別人的夢 在夢裡面 然後跟你去說一些東西 又或者 有些印加的模式 可以進入夢裡面 兇你 嗯 你不要以為我 我有能力 這樣 嗯 對 我試過 即是開玩笑 我認識一個印第安制師 她說 你試試不還錢 我去夢裡找你 是 那開玩笑 即是她這樣跟你開玩笑 跟別人說 是理控她 不是她 她說 對 你們如果有甚麼 對我不好的話 我會來夢裡找你 嗯 但我想理解 其實一般人 她的行為心態 都是由她的意識 反映出來 但 再 再落一級 潛意識 那件事 究竟是有多影響到一個人 你的行為 你的心態 來自甚麼 來自你的信念 那你的信念在哪裏 在這裏 你整個人的運作 最龐大的地方 很多人以為是這個位 頭腦 但你的頭腦很努力做很多事 很努力去賺錢 很努力令自己有成就 很努力令自己 自己有一段好的關係 但你其實很大部分的運作 是在這裏推動上來的 所以你的頭腦很努力地 很多人很努力地賺錢 但她的錢當然是留不到在身上 譬如 怎樣留不到 或者很努力地發展一些關係 這些關係到最後都會有一個 不是她想要的效果 其實很大部分我們要到這裏去看 到底你有甚麼信念 一回就要回到我 譬如有些信念是 我經常都用這個比喻 是男人信不過的 嗯 沒有對和錯的 但這個信念就會發展出一套行為和模式 是 還有你和人相處的時候 那個共振 男人騙我的 欺騙我的 所以做甚麼都不會有一個信任出來 一來沒有一個信任 和她會推開一些人 又或者她的共振 會吸引一些真是信不過的人過來 嗯嗯 真是 所謂的日常生活只是一個果 那個因全部是在潛意識裏面發生的 嗯 哇 這件事有點深奧 深啊 是啊 最簡單的方法是說的 哈哈哈哈 但再深一層 一般日常生活就是意識影響 潛意識就影響我們可能一些 發夢或者一些平時 潛意識只不過是這一層 對 還有我們的無意識和超意識 那裏才是最大的我們的摩打 是 那無意識又是甚麼一回事 因為早兩集我一邊看的時候 我一邊有很多疑問出來 怎樣無意識法呢 我再說多次 無意識就是一些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範疇 嗯 就是你都不懷疑 但是你裏面好像一部電腦 我們每一天好像一部電腦這樣開 這些程式都在運動 嗯 就例如我剛才說 哎 男人信不過的 你其實不是刻意去想的 但這件事在你某一個層面 它沒有明顯分割的 你很難說那個信念來自甚麼層面 那裏 然後它每一天都湧上來的 這件事 又或者是你裏面有一些你的對話 嗯 那對話來自甚麼 就是信念 嗯 這個對話不一定會說出來 但是那個對話其實影響 你每一天 你每一個決定 嗯 你每一個跟別人交往的方式 你講每一句話的語氣 其實都是來自你裏面那些的對話 和你的信念 或者我們經常說 你的信念就是 你對這個世界的類鏡去看 嗯 真的沒有對和錯的 譬如我覺得 不辛苦 不得世間財 這個沒有對和錯的 很多人都覺得對 嗯 但你有沒有見過那些人不辛苦 真的有錢 嗯 嗯 這個不一定是真實來的 不是一個事實來的 但很多人就理所當然地 那它就用它的方法去賺錢 嗯 嗯 就是這樣的變化下去 再深一層 超異性 嗯 因為超異性我就